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忠苦古人所讲的一句话是教 这句话的意思 从小你没有受到好的教育 这个教育中国几千年相传的家庭教育 你的父母没有把你教好 英国教育西方不是没有 跟东方没有两样 实有所闻 但是西方人没有重视 不像中国人这么重视 古时候东方人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 把这个当做教育 特别是教育 儿童 教育少年的主要的题材 让他从小 佛家讲阿赖耶诗里头 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个就是东方古人跟西方古人 对于教学理念上不相同的地方 东方人 尤其是中国人 过去胡秋云先生讲的话 没有错 他说中国的老百姓 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 他给我讲过好几次 这是近代的一位学者 我觉得他这句话讲的 非常中肯 讲的很公道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 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 那就是中国儿童 普遍的都受到英国教育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中国西化了 跟着西方人走了 把中国自己古老的东西抛弃了 人心变了 这个是比什么都可怕 晚就知道 那我们就想到 那我们就想到 阴光大死 这一位 是西方世界 大师之菩萨 再来的 我们看他一身的行医 他一身极力提倡英国教育 用三种教材 他用的教材很多很普遍 这三种是最常用的 辽凡思讯 敢应平会比 安思全数 大力的提倡 如何能把这三种教材 这三种教材的内容非常丰富 如果真正有有心人把它编成连续剧本 那真是无量功德 帮助这个世界众生 帮助他揪 帮助他回头 这是最好的方法 讲理论 确实 如果没有相当深厚的 给信 他不能接受 你让他听 听上几句 他没兴趣 就跑了 不愿意再来了 你现象 信什么样 道德端庄之相 他看不惯 他认为是 你太古板了 你不是现代人 你是十八世纪的人 他耻笑你 所以 佛度有缘人 什么有缘呢 他有善根 而且有相当深厚的善根 你跟他讲 因果报应 他有感触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 那就难了 真的是太难 太难了 我们一定要能体会 英光大师的用意 大师离开了我们 他的精神 他的教导 我们应当继续 努力 他着他的足迹 努力 精进 自行 华达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 决定 服从 善因 善果的 教会 打念头上 不起国 恳吃亏 恳善荡 真的能够 理解 落实 吃亏 也是福啊 现在人 现在的教育 从小 这个大人 教小孩 竞争 好像不竞争 你将来就不能够生存 这个教导 错了 这个教导 是违背 因果的 你命里有 你争什么 不需要争 他就来了 命里没有 怎么争 也争不到 了凡思讯 就说明 这桩事情 真正明白了 心是定的 廖凡先生 在没有遇到 云古大师之前 那个二十年 你看他 悠哉 悠哉 他为什么 完全相信 孔先生 给他算的命 真 算他的流年 你们一年 你能拿到 什么样的地位 能够拿到 多少的 俸禄 丝毫不差了 所以 这才真正相信 一生 皆是命 半点 不由人 你要努力 断我修善 你的命会改 会向上提升 你要是做我 这福啊 你命里头的 福乐 这算了 打折扣了 这个道理 如果现在人 要能够搞清楚 搞明白 哪一个不回头呢 过过都回头了 为什么呢 厉害当前 去利 必害 修福才得利 造物就获害 所以 他心是定的 他心是善良的 古报 是极利的 我们今天 读这个经文 看这个社会 感慨万切 自己 绝不辜负 佛菩萨的教会 不辜负 佛菩萨的恩德 要想 自己在现前 怎样做法 我们如何实现 也就是 做出榜样 开悟众生 所以 啊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